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中五的第四課書 Example 17 這個課題就是講 關於一些抽籃的情況 他就說 現在有12個男球隊是男球隊的 有5個就需要選出來 to join special training selection 他們要特訓 特訓他們 In how many ways can the pre-players be selected If the tallest pre-players must be selected 即是最高的三個需要一定要選出來 即是要選最高的三個特訓 那怎樣呢 從想到這些我們要考慮一下 究竟是用C還是用P 抽東西 select 怎樣想呢 來想想 究竟這個次序 抽出來的次序 有沒有影響整件事 因為我抽五個人出來練習 特訓他 我先抽了A 和先抽了B 和先抽了C 先舉例 有沒有分別的呢 有沒有分別的 抽那五個人 誰先抽 training 有沒有分別的 應該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沒有分別的次序就用C 沒有分別的次序就用C 沒有分別的次序就用C 我們要這樣想 OK 有時候題目沒有那麼清晰的 所以我們用C 那C怎麼用呢 現在他說有三個人 有些限制的 有三個人最高的 已經選了出來 那五個人裡面 有多少個可以選擇 其實只有兩個需要選擇 因為我三個人 已經選擇了 沒有得選擇 不用想 所以 其實只有兩個需要抽 但那兩個裡面 抽得來 其實有幾個可以讓他選擇 由於十二個Players 是否十二施二呢 是否十二施二呢 當然不是 因為 有三個裡面 已經選擇了出來 一定要選擇 即是十二個裡面沒有三個 只剩下九個 可以嗎 所以答案應該就是九C 二 應該就是九C 二 答案就是三十六 可以嗎 OK 所以答案就是三十六 OK 三十六 Number of race 那我都講過了 之前那條影片 但你 甚麼都是 the required answer 免得你寫那麼多英文 就是九C 二答案三十六 搞定 沒有東西需要寫 就是這麼簡單的 OK 這個題目簡單的 就是想想想想 先想想想 再想想 裡面是用哪一 剩下幾個來抽 可以嗎 短篇就到這裡